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首先多謝Daisy的邀請 還有多謝大家抽時間出來聽這個講座 我不是什麼金融的專家 我想Anna或者之前很多港姐都是金融的專家 反而像Daisy剛才所介紹的 我自己過往的16年都是從事招聘的工作 我會覺得我對一些初入行者 或者是一些想轉工的人 甚至是一些僱主想請人的方面 的經驗或者心得會比較多 所以你說考一些什麼牌照 怎樣做到一個Perfect Banker 我想剛才大家聽了不少 或者其實Hong Kong SI裡面包含我可以考的課程 牌照肯定熟悉過我很多 反而其實我看到很多現在找工作 或者想轉工的人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要加入這一行 或者是不知道為什麼要轉工 或者我想轉工我就轉工 所以我嘗試從我的經驗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我自己在招聘方面的經驗 譬如在金融這個界別 我自己的見聞 或者給大家一些建議 其實當你選擇想加入金融業 譬如剛才好像Anna說 除了你要Networking 要考到很多專業試之外 其實很多譬如你自己私人的時間 可能都是在做事 現在其實香港或者世界各地都很講 Work life balance 尤其是我想在年青新一代 更加覺得就是 我不是只是偉錢機器來的 就是你叫我一個星期回七天 我聽說過有些投資銀行 可能一個星期會回七天 七天每一天可能十二個小時 那這些都是其實可能 大家在入行之前完全沒有想過的 那我先準備了少少slide 我覺得其實就是之前的講者 可能已經準備了很多很豐富的slide給大家 反而我會張默多一點 就是去講解一些我自己的體驗 整個金融市場 我想大底其實可以分開銀行 保險業 或者是證券業 甚至乎一些financial service financial service可能會比較闊 像剛才Anna說到一些IFA 甚至乎一些可能財務借貸的公司 各方面其實都可能 納入了去金融業裡面 首先如果你要選擇加入金融業 那金融業來講 究竟的請人需求是怎樣呢 過往一些叫做2012到2014的情況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說 如果看回紅色那條curve 2013年 對於藍色那條curve 2012年 大家看到其實的需求 都在說上升了超過35% 如果看回只是今年的1月 2014年的1月 對於2013年的1月 大家看到其實上升了差不多54% 這個只是一部分的數據 那我自己看回就是 我可能和大家一樣經歷過金融海嘯 經歷過SARS 經歷過可能Dotcom爆破 甚至乎97金融風暴 那我自己98年入行 入行到現在看到就是 無論經濟有沒有一些大型的up and down 整個金融業其實都不斷有需求請人 問題是什麼工種呢 請得最多我相信一些是前線的職位空缺 一些銷售相關的職位空缺 那不同的金融機構其實 銷售的產品來看都會有不同 或者也都要看回你自己具有些什麼專業資格 或者什麼牌照 那我所認識其實如果你要加入金融業 從事一些銷售相關的工作 我相信你要不斷不斷地增值 不斷不斷地去留意那些 監管的法例的變化 一些可能客戶的喜好的變化 那譬如我們經濟日報是一份財經報章 那我聽我們的社長編輯說 其實2014年來講 香港金融業營 我想各個兵家必珍之地 應該是人民幣業務 那我想大家可能不多不少都有放些人民幣 做儲蓄或者 希望將人民幣再買一些投資產品 那另一個我想就是一些財富管理的 的職位 那這個其實過往這10年 那個需求都不斷增長 銀行、private bank 或者你說是investment bank 或者甚至乎保險公司 IFA、證券行 大家都會請很多 願意去做銷售推廣工作的從業員 那但是我所接觸很多年輕人 其實都不太喜歡做銷售 因為要銷售人物 好似求人買單 甚至乎是覺得 什麼銷售很大壓力 那其實除了銷售之外 整個金融業 還有很多職位空缺 可以讓大家參考 那我提出了少少的資訊 那一般年輕人 可能剛剛畢業或者想轉學 都會選擇這些工種 那我們本身的網站 City Good Jobs對面 有一個叫Salary Check的功能 有十幾萬個人工的資料 那我們就設定了一些方法 去看一些中位的數字 那譬如你會見到 一般我拿的資訊 就是零至兩年工作經驗 即是一般Fast Squared 都可能可以入行 那你會見到譬如Dealing Officer 那個中位數呢 其實是一萬百元 那如果你做一些客戶服務的工作 可能處理一些enquiry 甚至乎打一些outbound call的工作 其實customer service 可能你都會用銀行的服務 就是會打開去做一些查詢 那熱線雖然要駁很久 才駁到進去可能有真人發聲 但是都需要有真人發聲 那你會見到普遍 其實來講呢 金融業呢 如果以一個沒什麼工作經驗的人 加入去來講 Average你看到的curve 大概都 萬三至萬五元是最多的 但是現在一般 你如果一個畢業生來講 加入其他行業 一般呢其實大約一萬元左右 大學畢業生 那金融業呢 普遍的起心點來講 是教其他行業呢 是高2至30%的 我自己所知道 那當然也都 來講就是有些人 進入金融業來講 會覺得就是 哇 壓力很大 每天都要對著數字 很害怕做錯啊 令到客戶損失啊 或者做了一些事情 被上司罵之類 那其實 任何行業呢 都會有這個風險 不是只有金融業 那只不過可能你金融業來講 你一定要對著 那些數字很敏感 因為差一個零 差兩個零 你都知道那個後果 我相信是很大 那還有就是 剛才Anna都講過 就是你要喜歡那個行業 那我自己所理解就是 有些人加入我公司的時候 我面對他們 都說很喜歡我的公司 很喜歡做互聯網的業務 但是這個喜歡的熱情 可能在三個月後 六個月後就會減退了很多 變成不喜歡了 是吧 所以也可以再看回 內一點的資訊 就是說 如果我在這行業 做了三至五年 薪金會怎樣呢 其實大家可以上去網站看看 可以用不同的功能 去做一個搜尋 的 我看回一些 我們網站的一些新聞 為什麼會看回一些新聞出來呢 就是說 因為其實 我自己公司很多 我們叫做年輕人 可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 比較少留意新聞的 一些正經的新聞 更加少留意 或者財經的新聞都會很少留意 他們會比較喜歡 留意一些 interesting的新聞 有趣一點的 funny的 我也跟了很多年輕人 分享過 其實香港的招聘市場 很funny 很interesting的工種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 問題 你賺了錢之後 要養家之餘 會不會有多餘錢 去追求你 追求的 funny interesting的東西 可能你去看電影 喝杯飲料 跟朋友吃一下 舖票 那些就是 其實你可以追求的 funny interesting 但在工作裡 我想比較難一點 因為其實 香港的社會 大家都知道 是很急速的 一些東西 我們香港人走的路 都很快的 好心急的 各方面 都是 所以你要找一份 很interesting 很funny的工種 有些年輕人問過我 我就給不到太多suggestion 因為我自己 那一代可能比較簡單 工作是為了生活 要養家 有小朋友 有太太 有媽媽、爸爸要養 追求可能那個生活的質素 就拼命 努力去賺錢 那你會見到這個標題 其實就是說 很多機構其實呢 都面對人才流失 有一半的金融機構 都會增加招聘 我自己的感受是 各韓國業都在聘請人 各韓國業都聘請人很難 也都有不少年輕人說 現在很少職位適合他們 那這個資源錯配 不是我一個人 加上大家可以解決得到 我相信 那整體 我自己看就是 2014年整個金融業 其實那個職位空間的增長 是會更快更多 原因我想 在不同的監管機構 有很多新的條例出現 而衍生到其實可能 很多銀行都會加強那個風險管理 證監可能又要聘請多些人 所以有不同的公司 都不斷在做招聘 那如果看回第二段新聞 在金融業來說 即是加薪10% 哇 如果那個公司加薪10%就發達了 那一般我相信 現在外面大部分公司 是加薪3-5%左右 所以金融業其實來說 在2013年我相信也很好景 所以令到其實那個加薪幅 也都跑贏大部分其他一個行業 那另一個我相信是 資訊科技 其實IT也是發展得很快 那金融和IT其實已經結合得很厲害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 也都有留意 現在在內地很流行 那些什麼支付寶那類的 好像網上金融的服務 其實是越來越盛行 那只不過我想 香港其實先行很多就是e-banking 大家初初都要去銀行排隊 那現在呢 其實就基本上很多事情 網上可以做完 無論是投資 那當然如果要聽一些專業意見 那一定要找回一些 可能private banker 一支理財策或股問 各方面的專業人士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金融界來說 大家是互相搶人才 也都搶得很厲害 那這裡也都是帶出 其實證監也都要加強一些監管的人手 那這些一般都是一些有經驗 有行內豐盛經驗的人才可以加入到 那匯豐或者其他的大型銀行 其實早前都會有一些可能 可能 講一些 為什麼會有一些可能 黑錢會流進了他們銀行 是不是要加強風險管理 各方面 那我早前其實都跟一個 資深的銀行的朋友 聊過 就是說 我好奇問他 那樣 他說其實 risk management 這件事好像這兩三年 才說得比較多些 那但我見間間銀行都說 要請很多個風險管理的人 那坊間有那麼多人嗎 那正正其實我有個朋友 自己本身 他在銀行可能做開marketing 那他調去做風險管理 那他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那為什麼會這樣安排呢 其實我相信在銀行 或者其他機構來說 經常都會調換一些崗位 那你已經本身有一定的 金融或者銀行的運作知識 你調去一個新的崗位 那當然有一個師傅帶著你 去教你 這件事是怎樣做的 那所以其實坊間根本 就不是那麼多 這些 risk management的人 那只不過就是說 我們希望多些人 加入這個行業 慢慢培訓 那但是呢 有些銀行願意 投放多些資源去做培訓 有些金融機構 希望即食棉 我們叫即食棉 有豐富的管理經驗 那那些就真的搶了 可能加薪50% 加薪60% 大家去搶吧 你刮我 然後我明天刮你 有些少少好像 形容音樂耳的效應 那所以如果你有一定的工作經驗 在金融界呢 我相信都挺搶手的 坊間來說 一般現在最需求 其實是有三年以上工作經驗 在這個金融界別的 那一來年輕 體力 各方面 亦都是很多公司 願意投放多些資源去培訓 那新畢業新來講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如果你想純粹拿工作經驗 其實有很多行業 你都可以試 那反而如果你真的想加入金融界別 其實我想我們每天 除了在報章 在電視上 都會留意到很多關於金融的新聞之外 就是我自己會 粗俗之說 你自己喜不喜歡錢 因為金融界別來講 比一般界別的收入 是豐厚很多 但是 你投放的時間 的心機 我相信也都要 成為正比 一般譬如 如果大家 下去一些零售銀行 那你會 我自己 剛剛在家裡樓下 有一間零售銀行的 那通常我看到 我看到他們上班大概八點鐘都會上班 到我下班的時候 大概七點至七點多鐘 就陸陸續續去分行 那些職員 可能賣了數 各方面 那星期六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要做零售銀行 那星期六要上班 那這些就是 很多公司 現在正在走五日工作 那你見到這些朋友 走五日工作 你回五日半 那你就覺得 咦? 個個回五日 為什麼要回五日半呢? 那這個也是一個比較 所以 那時間一般可能會長一點 那還有如果你可能做保險的理財顧問 根本一個星期七日 都是工作時間 Anytime有客人約你 你就要出去 不過 你的時間可以很自由安排 是吧? 因為每天你可能上班 開完會 你就出去自己找生意的了 那當然會 有被人拒絕的機會 那麵皮夠不夠厚啊 各方面 這些都是要自己去 去 衡量一下 那所以你會見到 就是我都特地 CAP了一段新聞 就是說 這個石士生 戲銀行的厚跡 追電影夢 那這樣 那如果 這兩天 大家也有看 那王維基先生 都去校園做招聘 那請一些 主播 那報紙買了 都是 有差不多一萬二三元 人工的做主播 那這樣 那大家一般接觸的主播 你都知道 就是說 我相對 見到比較多 都是比較重視外表的 那學歷當然 有回不上下 那這些自問 不是英俊的 那這樣 那做不做到主播呢 那這樣 那要王先生 In個你才知道 或者其他的 傳媒機構 那所以 大家要看 就是整個金融業 究竟我們 再選下去 細分什麼工種呢 其實 我們也跟 HKSI 都合作了一個 專門為金融業 而設的一個網站 CityFinance.hk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也都是 那三個 就是 看起你的實力 Management Train E 因為大部分年輕人 其實都很喜歡做MT 大家都知道 MT的競爭 是很激烈 很激烈 可能幾千個Management Train E 才選一個 是嗎 拍得住政府工 就是政府工呢 也都是 很多年輕人 的首選 的職位空缺 那 那 或者去參加一下 一些金融界的招聘日 去體驗一下 做interview的時候 通常會問一下 你什麼問題 你日後真的 想真正找工作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應對 各方面 那 所以其實大家 要入金融界別 就是 你說 資訊性的東西 我相信 剛才聽了很多 就是 我給大家的建議 就是 你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要入這個行業 因為很多人去想 做一份工作的時候 沒有想過 那個目的 那個目標是什麼 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 我的目標很清晰的 我希望 一個有發展機會的行業 比如說 我一個公司 我自己加入這間公司的時候 我從事銷售工作的 當我從事完銷售工作 交到業績的時候 公司給我機會 去做一些推廣 學一下IT 財務 各方面的東西 那 慢慢按部就班 公司也都再 加強機會給我 可以做了一個 general manager 那樣樣都懂些 但是 譬如 很多年輕人 他會抗拒做銷售的工作 就是說 那如果 每一間公司 其實個 objective 他都 希望賺錢的 如果你不懂得 怎樣幫公司賺錢 你的發展空間一定有限 即是給一個 GM 你做 給一個 CEO 你做 你都不知道怎樣做生意 是吧 那譬如一間 可能銀行 那樣 他可能有信用卡業務 有財富管理 有借貸業務 是吧 有投資業務 是吧 即是你如果只是 很單一的 根本你沒什麼可能 可以上到一些管理層的職位 那或者 一般我所認識 其實 你可以簡單一點 你說是零售銀行 商業銀行 投資銀行 這些 但是如果以上班的角度 我會這樣看 一些是叫做 翻寫字樓的 一些是翻舖的 那問題就是你選擇 翻寫字樓 還是翻舖呢 是吧 翻舖來講 我所認知來講 一間店舖裡面 最高級的那個 就是分行經理 分行經理 可能 我所認知的人工 大概是四至五萬元 人工 視乎不同的銀行 那可能這個已經是 maximum 是吧 但是大家可能 聽到 private banker 那些可能是無限的 那個數目 是吧 我們曾經聽過一些 金融界別的人士 可能出花紅出幾億的 是吧 那 或者你做 基金公司 這些 可能呢 就看你的基金的表現了 是吧 你幫客戶賺很多錢的 那最近 索羅斯這樣說 都是全球賺錢最多的 對重基金 那樣 那但是 他已經 自己 做回自己的投資了 你想買去基金 可能也沒有機會 那一般 我相信 入行都是 由一些 很基本的職位 去做戲先 那這些 那麼基本的職位呢 其實有一個共通點的 每一天 repeat and repeat 做同一件事 好像 其實 我有些年輕人的同事 形容就是 好像很黑板 很沉悶 那這個 其實 黑板和沉悶 是靠你自己 如何克服的 就是 你每一天 可能你那天 做了一件事 你怎樣記住 那件事是特別開心的 那你每一天 上班 你就會帶著一個 開心點的心情回去 如果你記住 可能今天 哎我被老闆 鬧完了 這樣很不開心 那你其實 只會令到自己 更加不開心 就是 每一天 做同樣的事 那你要熟習 那你才有機會跳去第二個崗位 金融業有個好處 他們的機構很大 很多部門 當有能力的人 如果想申請調去其他職位 或者其他部門 我相信那間銀行 或者金融機構 絕對有這樣的空間 去追得下這些 想調去其他部門 或者其他團隊的一些 同事的空間 那問題就是說 你自己 放了多少心機 下去 付出了多少 就是有時候 我跟年輕的同事說 我以前加入這間公司的時候 我就星期一至四 放了空就回家了 不去玩的 那 那 我的同事呢 他是一至日都去玩的 那第一 他給我有錢 那 我密密耕耘工作 那 在這樣的此消比章下 我學習會比他快 所以呢 我可能升了幾次 他都是原地踏步 那 但我也有去玩的 可能我只是星期六 星期日去玩 那我的收入 足夠我星期六日去玩 或者星期五晚 那 那我覺得很夠 還有可能我的體力不夠 那 所以如果我星期五、六 去玩完 那 星期日我休息回 星期一就充滿體力了 可以上班 那 那 所以我每天都充滿體力的上班 就給我同輩的人 我叫做 你 希望得到什麼 而 通常幾年才會得到 呢 看回那些前輩 他們付出了什麼的努力 呢 我自己可不可以 平衡得到呢 那 和大家分享著 這麼多 待會再和大家 Q&A的時間 可以再聊天 謝謝